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3日 星期日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講講施永青又有話說 預計香港樓價何時有機會回穩 是怎樣的說法 看看施老闆最新的分析 另外亦講講各大最新熱話 話說有個內地女子來到香港旅遊 感到非常失望 力數香港三大問題 也成為了小紅書今天的熱話 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外亦講講各大本地的熱話 據報為了不想被插牌 有個司機寫了把字條放在車頭上 是怎樣的字條 加因相關的照片封存 和各位一齊了解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Yahoo新聞的報導 施永青 施老闆預料 香港樓價會在明年第一季回穩 報導的內文提到回港通訊 施政報告推出樓市減納措施 但樓市復甦未如預期 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 出席電台節目的時間預計 本港樓價會在明年第一季回穩 但情況能否持續要視乎國際和中港兩地的經濟 施永青就說 政府認為現時的市況尚算健康 所以決定減納而非切納 但有關的判斷和行內的看法有出入 令到樓市持續淡靜 他表示修正錯誤政策要付出好大代價 現時市場不健康的主要原因是交投量萎縮 一手樓盤開盤成交少 課美量又多 令到發展商資金被困難以投地 他又說政府不少財政收入和地產相關 賣地數目不達標會導致財政赤子 如果不想削減社會福利 只能夠加稅 會對經濟造成更大影響 他認為政府現階段可以開始行動 挽回樓價 政策需要扭轉預期市場才可控有序地調整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道 亦是會講資訊的報道 講到阿斯老闆預計很樂觀 明年第一季香港樓價有機會回穩 不過當中講到 若然政府現在不開始工作的話 接下來一來令到資金受困 即是沒有人投地 沒有人投地影響政府的收入 影響政府收入 唯有削社會福利又或者加稅等等 當然現在眼前頭七個月 我們的財赤都已經1700億左右 去到明年的財政預算案公佈 財政赤子的時間一定是相當精彩 有機會是歷來最嚴重的那份財赤 現在道道經濟又頑皮 樓市又差 另邊商還有很多那些 夜經濟夜紛紛好像不夠深鎮你 施老闆在今天的電台節目說到 預計下年初第一季樓市的樓價有機會回穩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這個分析不妨劉果然聊聊天 另外亦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來到香港旅遊失望 內地女子歷數三大問題 就說不會再來香港 惹來網民的共鳴 直斥香港不如深圳 報道的內文提到 這位24歲的內地女子 在小紅書爾 香港下次不會再去了 為題發帖文 講述今次來港旅遊的經理 她表示一行兩人來港旅遊 由於未有做好香港旅遊攻略 兌換了兩塊水便隨意逛街 從事主上載的照片看到 他們到了旺角 中環摩天輪 尖沙咀碼頭等等 市區熱門地點打卡 不過事主列出三個問題 很失望地說摩天輪排了很久的隊 感覺都不如歡樂廣灣 即深圳的摩天輪 另外就說吃那些東西 不是很適合胃口 另外消費都高 即是說香港物價高 不過事主同時讚賞香港夜景 但似乎就沒有太大的驚喜 形容就是這樣的 鐵文印尼內地網友的熱烈討論 就說香港是美食科目 消費超級貴 可以理解為何香港人反而到深圳購物 也有人說我今天也到了香港 感覺真的不如深圳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相關熱話又在小紅書廣傳當中 這個內地女子是年輕人來的 來到香港旅行過後 感覺都很失望 不如深圳 引來很多內地網民的共鳴 另外當然也有網友說不是 香港也挺有趣 挺吸引 又很有禮貌 街景也挺漂亮 另外也有人建議事主 下次可以嘗試去赤柱 西貢等等的地方 走走走 不要只留在鬧市裡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是否真是不如深圳 不妨留個言聊一下 另外也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貨車是貼字條 懇求不要抄牌 司機竟然這樣威脅 就說家裡等錢開飯 最終的結果如何呢 報導的內文提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 小心駕駛 上載照片 顯示有一個叫做 腎仔的司機 在貨車的車頭 貼了兩張字條 其中一張寫著 如果警員插牌 他就會輕生 即自殺 繼而形容自己已經盡力 公司車很快走 另一張字條寫著 為了抄牌 你可以有幾盡 生活逼人 問心無愧 大哥 我腎仔求求你 家裡 括和媽媽和妹妹 等錢開飯 抄小張牌 當幫手 這樣 多位網友記得這張照片 其實在2015年封存 就說 很久都沒有見過這位腎仔 也有人更加發揮創意 開玩笑地說警員應該留下類似內容的字條 就說要跑數很快手 為了抄牌 其實我都可以好盡 原來相關的照片 在當年熱傳過後 這位腎仔曾經接受過訪問 原來他是一位90後 任職貨車司機兩年多 妹妹仍然讀書 媽媽兼職做洗碗 腎仔每個月收入至萬多元 一度蓋碳 送貨找不到泊車位 才會冒險為拍 公司也拒絕為這些牛肉缸 找數 所以他只能夠硬食這些罰款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若然貼這些字條在車前 能否令到抄小張牌 看來機會都很渺茫 照抄 加上近年抄牌的進帳 女創新高 抄了10億元牌 多厲害 最新的熱話 就是這張照片又再封存 亦有網友好記性 發覺這張是舊照片 早於2015年已經拍過 不過相關照片又再封存 看來就因為近期抄牌 抄得很誇張 另外也講講這單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元朗女子 叫八五折的士去皇后山 一個原因 局搭證價的的士 差價是多少錢呢 報道的難民提到 這位的士司機 在Facebook群組 的士司機資訊網 TES是發帖文講述事件 他表示 日前夜晚 在元朗接了一名女乘客 對方透露原本 是電照了一百五折的士 不過由於天氣冷 他不想在街上等 於是轉搭市主的的士 最終他按錶 收取證價一百四十六元 就說 他說又冷又要等 先便宜二十元 所以上我的車去皇后山 多謝他一百四十六元 事件引來熱烈討論 不少的的士行家都表示 近日見過類似的情況 就說 確實見到很多 call了車 又冷得太 等不及 然後坐街車 又笑言 黃恩浩蕩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局搭證價的士 call了車 因為八五折應該便宜一點 不過按一下天氣怪怪的 到晚上的時間 溫差比較大 跌得很快的那些溫度 結果又要當有月城 迫著又上正駕的士 其實還是欠二十元 結果相關的的士司機 就把這個情況寫了上網 成為了的士行家的熱滑 另外也提到這個數字 有關警方一連兩日 打擊非法駕駛電動移動工具 拘捕了二十三個人 來自Yahoo新聞 也是香港電台的新聞報道 警方在新界南 打擊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 拘捕二十三人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道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這一類叫做電動可移動工具 以往都出過一些意外 近日警方的加強打擊 當中扣查了十二部電動單車 九部電動滑板車 還有一部電動平衡車 拘捕了二十三個人 也可以說是近年 有關的打擊行動 都是特別高的拘捕數字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